大家好,我是不言,现在到了夏天了,我们家里养的很多盆栽花卉都是比较怕热的,一部分的花卉呢,就进入了休眠和半休眠的状态,不肯生长,不肯开花,有的盆栽花卉呢,还是夏必死,在夏天特别的难养护,夏天里呢,三角梅呀,茉莉花呀,蓝雪花,堪称为夏天开花的经典了,它们生长起来特别的提示,光照越强,天气越热,它们就开花越多,开起花来啊,就像雪花瓣一样,这种蓝色系的花呢,给人一种 清清凉凉的感觉,今年春天露的一小盆不到半年的时间,长了这么一大片,蓝雪花它不太耐雨林,下过雨之后啊,它会损伤一大部分的花瓣,看起来不那么美观,可以给它修剪掉,它底部啊,又会冒出一丛一丛的花苞,在夏天啊,我们可以给它放在南洋太阳,给你遮住强光,管你一片蓝莹莹的花瓣,它开花时间特别长,从春天一直到深秋,不知调特别的柔内,我们可以给它随便 一片的塑形,可以让它垂下来,做成一个花墙,也可以给它打造一个棒棒糖,还可以让它这样随意的开,开成一大丛,三十新手老鼠都能养爆盆,夏天一定要多晒太阳,浇水也不要缺,每个月浇上两次的磷酸二身甲,或者是花桌桌二号 和这个花呢? 两次,有证明